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5月20号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 正式展开未来四年的任期 那么新政府刚接棒开启 民进党打破过去没有连三任持续来领政 那么不过从当天的就职演说后 不到一周中国的回应 从官方表态说法看来应该是不满意 因为脑调重弹在严厉批判台独 还有反对外部势力的干预 不过究竟有哪些新的意涵呢 尤其23号一反过去 并没有事先公布对台军演的消息 却展开连续两天的类似突击的一个军事行动 并且还有相关文学的静态做法 但是包括了哪些呢 另外呢 现在两岸关系似乎是处于一种新一波的紧张气氛 不过两岸民间的互动好像没有降温 比如说在台湾啊 还有中国大陆都相当受到喜爱的流行的乐团 五月天 这几天在北京开唱 显然好像就甩开去年被执意演唱出现 并没有现场演唱所谓的假唱事件 这样的阴霾 不过中国大陆粉丝多么的膨胀跟热情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连线中央社助北京记者吕家荣 请她带给我们第一首采访观察 欢迎家荣你好 一姐姐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谈520的就职演说 虽然过了几天 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来关注 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坚持 必须要所谓的九二共识的政治前提 那么即便蔡英文总统到2016年就任的时候 是表示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的会谈的一个事实 不过还是没有被视为 在台湾我所访问的一位学者 他解读 其实这是一个隐藏版的九二共识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两岸官方都是隔空喊话 其实隔空喊话也不是只有民进党 国民党执政时期大致是如此 只不过说还能够在不涉及政治议题的官方互动 其实还是有启动的 所以主管两岸事务的国台办 我想我们就来看他很重要的谈话 怎么说当天好像就很快的对外发表一些立场 其实国台办他那一天大概是三四点的时候 发一个新闻稿 其实就职员说那时候 我们就其实会以八年前 就是蔡总统那个时候 他讲的跟现在赖青的总统 讲的我们会去做个对比 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感觉 好像可能就是这边 可能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更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那时候我们有先去问一些学者 这边大陆学者的一个看法的话 他其实就像是一个风向 那等一下之后再说 不过就是以国台办第一个时间的一个回应 那他其实已经是没有像之前八年前 他会有讲 就八年前他们说这是一个没有 就是说那个还没有完成的答案 打卷 可是这次呢已经定调嘛 就是说这个就是台独啊 台独工作这个台独自白啊 认为赖总统觉得这个是一个谋独挑衅 然后破坏台海合并稳定的一个讯号 暴露台独工作者的本性啊 那他第一次的回应呢 他并没有回应赖总统 他讲的要希望可以开放 陆生跟那个观光 我记得好像是在第二天的时候 他才有这个回应 他的回应就是说 这两个事情没有成其实都是民进党当局 以他们来讲是民进党当局 民进党政府造成 也是就是把这所有的一切 推给我们这边 嗯 好这两个民间的交流 其实在台湾的我们都期望 是不是可以有进展哦 如果会在24号的时候 其实有提出了有关陆生来台 是不是往前来推进哦 那中国大陆会不会有进一步的回应呢 真的是需要观察 不过刚才 嘉总你有提到就是说 这个涉台学者也定调 我们要告诉听众朋友 其实在520当天11点钟之后 就是我们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那下午三四点过台半 就已经有定调了 很快的 那学者他究竟怎么说呢 其实我想呢 我们要带给听众朋友 来听这位学者的 我想这个都是有关涉台的学者 他是有相当具指标性的观察的 他怎么样来谈这个部分的呢 跟官方的说法 是不是口径几乎都一致 对 因为我找这位学者 他其实也是比较是鸽派 那时候我记得8年前 他回答蔡英文总统演说的时候 他觉得是比较倾向是可以过关的 比如说因为他们是比较长期性的观察 但是也要真的了解 就是说他也是比较是站在大陆的立场 我觉得这都可以理解 那这位老师在大陆很知名 在研究台湾周世怀老师 那他以前是前台演所首长 那其实他接受的采访 他应该是感觉到是比较忧心 我觉得赖的讲话 比较像是定调为台独 那我觉得比较要注意的是 如果他觉得是说 如果这个旧指点说的部分 美方也事先知情的话 那赖也这样讲的话 那他一开始给我感觉好像是跟美方就是 有点像是唱本 或者说谁都不甩 因为他其实说 这个他们会很注重看 是因为这都是在美中之下 一个阐述的旧指演说嘛 那他们觉得这一份演说是 从李登辉、陈水北、蔡英文以来 最台独的一个演说啦 对 然后就是觉得这样很悠喜 然后也会觉得说 好像这样子讲 好像很难有那种 两岸之间有那种要好的转弯的余地 因为前阵子就是 他们有做一些铺陈嘛 他们会觉得这个是 比较温情的喊话 比如说中共首席习近平 他讲中华民族啊 或是讲说要开放旅游啊 这个他们觉得是一个 比较温情的一个喊话 那时候我记得美方的一些官员 都有陆续来台湾 陆续来中国大陆嘛 其实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说 这个在中美之间有一个控管 可是阐述的这样的演说 不晓得现在他们的叛乱 或者是怎么看 因为你说演说这个部分 就是到底要怎么讲 我觉得有时候 他可能是真的很反映 台湾的一些现状 我想是这样 或者是现任的领导人 他们想要治理的一个想法 对 那就是看后面 就是双方要怎么去理解 就是说其实真的有一些鸿沟 我自己还是觉得 比如说大家会觉得这是台独 对他们定调 可是后续 因为民进党毕竟是台湾两大党之一 我觉得怎么样 不管你说偶尔设置那些政治的前提 因为我自己看那份就之前 我是觉得好像没有讲到一些政治的条件 就比如说 这边都要有一中原则 九二共识才能坐下来 八年前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他就有讲到九二精神 或者是等下人民关系条件来出来 可是这一篇 就我自己也是没有看到那个政治条件 可能是在之后的陆续会 他发出一个讯息就是说会依什么相关法规 依宪法来处理 可是就是说两边要谈 就有一个政治上 共识 好像没有一个共识 可是其实现在其实又急需需要来谈 其实我个人 因为民进党就是台湾第二大党 不管怎么样 第三次的执政 就是到底要怎么样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要集体拿出智慧 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常常说的智慧 的确不是说一个形式上的说的提法 我们真的是希望要有智慧 因为如果据我之前所访问的台湾的学者 他已经在我的访谈当中 不止一次这样说了 九二精神 蔡英文总统那个时候提的 所体现的 可是中国大陆并没有这样的解读 其实他认为是还蛮遗憾的 那所以双方还是要多沟通 而且当时蔡英文总统也多次说 共同来找寻一个共识 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的来谈 那现在是不是又开启另外一个 要怎么样来找寻 一个可以谈的一个起点 赖清德总统就着眼说 宣誓打造民主和平繁种的新台湾 他有提到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其实这段话在我们台湾 官方的立场其实不是第一次说了 所以这两岸的互动交流真的还蛮重要 官方原本的互动机制 没了 那是不是这种所谓的隔空喊话 或是说了什么 或资讯的不对等 会不会造成这种认知上 这种落差会越来越大 那陆委会主委邱水正过去担任副主委 那在担任现在主委之前 是在海基会担任副董事长 但是其实他担任陆委会主委之后 他也跟中国大陆释出善意 也提出积极和平三个条件 包括经贸互赖制度整合跟价值共享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是期待 两岸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就这个部分就像家如你所提到的 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沟通 毕竟民进党已经是连续第三任执政了 两岸也总不可能都没有互动交流 我想这不是两岸民众所乐见的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 稍后节目第二个阶段 我们就来谈这几天 其实也引起在台湾的我们 还有国际之间相当的关注 就是23号跟24号的中国对台军演 那么中国大陆是怎么样展开这场的军演 我的节目当中有访问专家 是认为有点类似突击了 但是我想我们来看中国大陆 它究竟怎么样一一展开 对台湾所谓的军事演习的行动 我们稍后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RNG节目持续连线 人在北京的中央社助北京记者吕家荣 接下来跟家荣谈的是有关中国对台军演 我刚刚有说有台湾的学者认为 是有点类似突击 因为这个消息来得突然 因为并没有像2022年8月 当时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 还有在2023年4月份 当时我们蔡英文总统 他访问邦交国瓜地马拉贝里斯 过进美国的时候 他跟美国众议院议长迈卡锡会面之后 明显中国是不满美台关系 这样的友好 前两次都在之前 宣布 不过这一次 有这样的行动蛮不一样的 家荣你是怎么样 获知中国对台军演的消息呢 因为我们刚才知道 就是这边不满赖总统的 就职演说的谈话 那后续我们后几天或是当天 我们就开始会比较担心说 是否会有一些经贸上面 一些报复啊 或者是军演的一些公布 那23号就三天之后嘛 就是早上的时候 共军的东部战略 微信公众号就开始宣布这个事情 就说要军演嘛 然后我们自己也有台媒有一个群嘛 我们就是互相的去提醒 有这个事情了 那那天也是早上 也是算惊醒吧 他那个军演的方式 其实跟美国中央院院长 譬如说来的时候的那个军演的那个模式 就是围台军演还蛮相似的嘛 就是从他释出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图示啊 示意图 3D图 好地图来看的话 就是有点是包围台湾吗 这一次有五个红区啊 那另外还有在外岛的金门跟马祖几个区域啊 所以你们也是被惊醒啊 在台湾的我们掌握相关的讯息 觉得还蛮不一样的就从23号上午的7点45分开始 那么一直到24号 那我们就紧盯着这个整个情况的发展 那这个微信公众号有这样的讯息发布之后 那有没有相关的讯息就所谓的释出 在台湾我们会说 中国对台会有所谓的文攻武吓 这是一个比较简要的说法 那你们在那边感受到的是 除了中国的东部战区有发布这样的消息 那之后呢 他有陆续发布这样的消息 或者看到官媒有什么样的配合吗 他们的整个那个宣传 比如说宣传这个军演嘛 他们应该是做得很密集 尤其在文攻上面啊 那这个东西就是 一媒体的话 他们是出去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跑这个线 我们是一定要整理出来 然后发布的嘛 对 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包含央视 新华社 然后各种想得到的那些官媒 他们就是会 比如说发布一些评论啊 或者是访问一些专家学者啊 其实就是都有 应该是都有部署好了 不然专家学不太可能那么快的答应嘛 他们通常讲的都会是说 这个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啊 或是针对这个就职演书啊 就是会讲说 这个是针对台湾的台独分裂势力啊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国台办他也有发布一个回应嘛 他就说这个不是针对台湾民众 哦 这样子 就是说 对对 他们也有讲到这个 就是说这个完全就是针对台独分裂势力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军演 他还有配合那个海警 他们在那个乌秋跟东瓶 他们有执法 那个我看有一篇陆媒 他写的蠻有一次就环球时报 他就访问一个专家 那专家是讲说 他这就是有点像是金门模式啊 就是之前金门吊客 在那个金夏海域落水啊 然后他觉得是我们那个 在检查的时候 发生了落水的事件 他们之后不是就是常态化 在那边福建海警局 就是加强那个海上执法力量 就在金夏海域展开那个常态化执法嘛 他们现在可能就是要开始 对东瓶跟乌秋 这两地就是也会做 很相似的事情 真的是这一次感觉上是军演比较新的 然后记得我们有去比对 那时候裴洛西围台军演的时候 跟这一次的围台军演 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些区域上 他会有点变动啊 他可能会找一些空隙啊 去看 因为他们有些是说 虽然台湾人对这个军演好像武感啊 有一些标题会说 舞照跳马照跑 对对对对对 但是事实上其实或许看到了某些表象吧 民众好像 对对对 我觉得是表象 可是民众好像是怎么样说武感 可是就是当然我们的国军 我们会去看这些人 到底说这些 他正在那边军演嘛 真的有没有 他会的确要去见看 因为这极确是他们单方的宣布嘛 所以他们到底有没有做 我在猜国军就是也要去看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他们会发一些讯息说 什么啊 我们离这边很近啊 我们0.6海里啊 可是到底是不是由他们说的算 真的我们要去大播check啊 因为他们会一直发出 好像就是很逼近我们 他们会说什么 现在正在那个直播啊 可是我自己觉得 那个直播可以剪成 好像就是那种 对我那些镜头可以变化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这样子啊 就是有操作 就是所以他们有一些影片 对不对 有释出是吧 就是 对有一些影片有释出 他的文宣的文工 或者做一大堆海报啊 然后说 这是来什么尖20啊 052D去逐舰啊 他们都做军演的行动 可是这是他们单方面 文宣上面的讲 当然应该是百分之 可能90没错 可是国军去监看啊 去看一定是要去 留一些军事上 一些资料上面的收集嘛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在这方面 我只能观察说 就是有文宣上面 他们是做部署的很密集 因为就是要骂的 要示意图 示意图还有三金 三金图还有就是设一些 什么像飞弹的东西 打到台湾 所以他们是在做一些 有的没的一些文宣上面 那些公事啊 所以所谓的文宫武贺 所以虚实是不是虚张声势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也不容轻忽了 过去他们也曾经释出 就是说炮弹直击台湾的哪些地方 比如总统府啦 或什么的演习 民众是不是会无感的 不管如何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呢 要把它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来看哦 所以在总统府方面 对于中国这一次对台发动 所谓联合力建2024A的军业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军事挑衅行为 破坏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也是对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 也引发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跟谴责 这不是台湾 只有我们单方面说 美国国务院在24号表示 跟我们台湾紧密协调 密切监控这个情形 也呼吁北京克制 不要借机挑衅 那欧盟呢 23号发表声明 重申反对任何以武力 或胁迫方式 片面改变台海两岸现状行动 日本也是相当的关注 那陆委会方面也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是全球关切议题 那当前国际高度关注 两岸情势呼吁 中共不要在意军事 威胁台湾 那当然我们近期 有些民调超过九成的 台湾民众不认同 中共军机舰继续 在台湾周边活动 那事实上这次南绿就朝野 都同声来谴责 也呼吁 不要用这种军事行动来 施压台湾 好 这是在有关中国大陆 这一次最新的军演 引发台湾内部的关注 国际之间也非常的关切 这样的情况 我想后续真的值得 我们再来观察 两岸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台海情势 趋于紧张呢 好 等一下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来谈一点 比较轻松 也不过最近好像 跟艺人相关的 有点牵连到政治也不少 不过我们就要回到 五月天 最近在北京开场 那家荣有特别 前往看一下 中国大陆的歌迷 对我们的流行乐团 五月天有多么的热情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不止有新闻 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 都在两岸爱公区节目 台湾指引 给你最有feu的身影 中央广播电台 RTI 中央广播电台 RTI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 两安居 接下来谈谈我们的五月天 一位歌手或一个团体出道 如果二十几年 还能够这么的受到欢迎 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因为出道到现在 已经迈入二十五年了啦 那也成为不少亚洲人 成长时期 我想是蛮难忘的一个陪伴 我们说它是亚洲天团 最近在北京这个鸟潮演唱会 好像有蛮多场的 那我想这也是蛮大方回馈歌迷 其实好像他不是第一次到 北京的鸟潮来开唱 佳蓉有做了一些整理跟掌握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大概前几天 你特别去鸟潮演唱会的这个现场 去看这个歌迷有多么的热情 因为这边说它是假唱嘛 那时候有一开始有一度说 可能有一些政治要表态嘛 然后之后又没有嘛 然后今年四月底的时候 然后四月底来五月初的时候就说 他们这个假唱没有违法嘛 事情到这边好像都看起来蛮正常的 然后我想说 五月天来这边唱 我们来去看一下 中东大陆的歌迷是怎么看待的嘛 这一次演唱是在那个鸟潮嘛 2012年是五月天第一次去鸟潮开唱嘛 那到2012到2023年间呢 他们在鸟潮就举行二十场了 那这一次他在鸟潮就是一口戏要开十场演唱会嘛 好像也是最高纪录的保持人 就是他们的那个影响力是真的很大啦 然后第二也是真的很稳 那其实我自己也是舞迷啦 但我可能跟这些人比起来我比较资深 对我去我去采访的时候 我其实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就想说 我应该还算是一个年轻 因为我才三十出头吧 我觉得我大概算是一个年轻的舞迷啦 然后我发现我去采访的时候 我真的看到非常多的年轻的面孔 我问他们年纪 第一个我采访一个女孩子 她说她是从天津来的 她很喜欢五月天 然后她才十八岁 哦才十八岁那这样是 好像两千年四年五年出生 然后我想说 哇那一牛才是我第一次去看五月天演唱会 就我想到就有新的 这么多年轻的喜欢 而且我发现也不是单个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都就采访其他人 找一些感觉比较有年岁 可是怎么样 他们都是00后 都是00后 又是小我有十岁 然后我都想说 五月天出道说他们都还没出生 对啊 因为他是1999年 然后他们就说 其实就是真的很喜欢那种 他的歌词上面的一些鼓励啊 渲染力 就他们的歌词啊 然后我的确是觉得 那时候我喜欢五月天 也是因为他们的歌词 我觉得好像很有异谈 我们还有访问到一个 就是我们或访说 你们怎么喜欢五月天啊 他们觉得说 陪他经过一个人生低谷 年轻人 然后这样讲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觉得有假唱吗 他们就会 很激动 就说他很相信 没有假唱 然后我记得有一个歌迷他还哭啊 就说还相信 阿星是没有假 他觉得他是被污蔑 其实他们是真的有一种力量 去说他们是没有假唱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玩的 像是那时候我已经开场进去了 那有一些没有买到票的歌迷 他们就在外面鸟巢去听 因为那时有声音会传出 他们在鸟巢去听 也是去听演唱 那我们就没有进去 我们就去外面看一下这些歌迷 那比如说有歌播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唱嘛 那我自己是觉得 中国道的歌迷是比较寒序 因为他们在现场都是 比较是用弃音式的唱法 他们好像也不太敢唱的 对啊 这是我自己观察 可是我觉得也是很有趣 就是他们会一拳聚在脑内唱 然后就唱的 就是比较含虚一点 然后比如说他们来自很多不同省份的 我刚才五月天 有时候会唱台语歌 那他们也会唱台语歌 真的吗 这么容易耶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那是朗朗上口 可是有可能他们不晓得那是什么意思 或者是他们可能唱的没有那么标准 但是我自己现场看 因为可能我也是闽南的族群嘛 就唱台语歌 我会觉得有点感动 在这个时候 但是不晓得后续就发生了 就是前几天 因为那个政治上面的 没错 就是突然觉得出现一个表态风波 那我自己那时候看到的时候 我是也有点吓到 因为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因为五月天的地位感觉很高 很高 去叫他们做一个表态 那五月天在上面讲 什么我们中国人吃北京考虑 他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他可能是算是有点插边球 因为他其实没有像有些艺人 他会在那个转贴一些什么主播 或是什么的一些微谱的 可是因为但是这番话也让 我自己有去看那阿信的那个FB上面 就很多台湾的五月天的歌 我们就感觉比较失望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我觉得五月天 它其实是两岸最好的文化交 因为我们去那边采访真的是很好采 就是我说我们来自台湾 然后他们就会很乐意的受访 很有善的一个采访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采访一些 比如说经济或什么 他们知道我们是台湾人 我就可能会觉得比较拒绝率很高 但是五月天采访 我觉得是公认一次是比较好采 真的 真的 因为可能是因为第一来他们是年轻的 二来是因为我认为他是台湾人 对吧 就是说好 他是台湾人 对大陆来讲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台湾人 可是就是他是我们家乡出来的 他会觉得跟我们很贴近 所以比较能够熟悉去讲一些采访 就是如果不涉及政治 会觉得我们好像还蛮熟悉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交流 可是他就是山上政治 现在 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 这是在24号 他在北京开唱的时候 阿信 他提到我们中国人 家荣的观察是有点擦边球 引发争议 其实在台湾 我们也关注到不止他 有些艺人 肖敬腾老肖也是 那周董周杰伦也被关注 那叫不表态 他没有开我 他没有开我 对 所以每个人的选择 但是这个事情在我们台湾 真的大家我想都会有不同的心理上的一种感受吧 比如说高雄市长陈其迈被问到 他就说 我们欢迎所有团体到高雄开演唱会 不过特别提到 呼吁中国停止以政治压力强迫艺人表态 真的我们都觉得很舍不得 会很心疼 五迷 家蓉是你了 我自身 老实讲 跟他们来比 我真的是自身 因为其实他后面 一些歌我已经是不太会到一些歌 我基本上 那歌当然我都会 不过也有观察到 就是说 他们唱到比较早期的歌 他们比较不会唱 他们后期的歌 他们就会唱得很开心 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 刚刚开始就说 他们已经成团了 已经走了二十几年 我觉得二十几年还能够有年轻人 跟着他们的脚步一起走 不容易 我有时候会想说 我自己的节目到现在 还会有年轻人愿意跟着我吗 还是怎么样 我自己都会想过这个问题 那谢谢我的受访者 都非常的专业 讲得都非常的丰富 所以才会有很多的听众来支持我们 那我们继续支持我们的艺人 我们希望政治的表态压力 不要再加入在他们身上 两岸才能够健康的 很愉快的交流 这才是两岸民众所乐见的 OK 好 针对五月天在北京开唱 那么中国歌迷真的好挺他们 那虽然两岸关系互动往来 最近因为520 赖总统就职演说之后 气氛显得好像有点紧张 怎么样来化解 我想呢 两岸都要本于善意 多堆叠一点 相信就会取得信任促进交流 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 祝北京记者吕佳荣 今天带给我们这么多议题的第一首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佳荣 谢谢您 谢谢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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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区节目 我们在访谈的时候 听到的歌曲是 五月天所带来的转眼 那么最后这首 因为你 所以我在歌手当中 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了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